这是一部零票房的纪录片 却带火了一位边缘小城里的普通老师王景春 在纪录片播出后 他被全国各地请去演讲 每到一个地方 学生们会争相找他签名合照 王景春之所以会这么火 那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在那是并不多见的狼心 开学第一天 王景春就扬言要在座的学生 每人都拿出来半条命 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我平义中的学生大多来自于农村家庭 高考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自从接受这个班纪 王景春每天早上五点多都会雷打不动地叫学生们起床 陪他们出早操 然后去上自习 他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学生 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看到有学生迟到 他还会亲自到宿舍去教 除了对学生狠 王景春对学生家长也提出了严格要求 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生学问题 当过你一年当中的头本大师来抓 明年你的孩子就关考了 没有什么比你的孩子关考更重要的事 交代完家长 王景春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到学生身上 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是个叫林佳燕的女孩 他每天早上五点搬起床看书 晚上偷偷点灯学到十二点多才休息 他希望自己能像老师说的那样 走出大山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可第一次摩底考试的成绩出来后 林佳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王景春在安慰时告诉他 哭出来就好 但林佳燕看着镜头和老师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现在哭不出来 也不想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这次摩底出了林佳燕 整个班级的成绩都很不理想 王景春在班会上本想发一通货 最后却刨出了自己连夜想出来的套路 同学们见状连忙挽留老师 并保证下次一定给老师争气 当然这么多学生也少不了一些心思不在学习上的 比如在办理成绩中等的张兴旺 他的父亲在今年刚刚去世 学习和家里经济上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更郁闷的是 他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但成绩就是看不到进步 这使得他产生了研学情绪 第二天 张兴旺给王景春留下一封信后便消失不见 他在信上说自己不想考了 准备去厦门复读 王景春连忙赶去车站 终于在一家小餐馆里找到了他 张兴旺眼面哭泣 王景春则像父亲一样鼓励着他 还好 张兴旺最后又出现在了教室当中 然而有个学生却更令他恨铁不成钢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班会上 一鸣茶牲口出狂言 也许有一天我们再相逢 睁开眼睛看清楚 我才是英雄 话一说完 全班哄堂大笑 然而当时任谁也想不到 这名被全班瞧不起的垫底插声 多年后却成了某公司身家商业的副总裁 这个学生名叫总声明 他是五平一中高三七班的一名普通学生 在很多人眼里 他当时已经没救了 当所有同学都在上早读时 他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睡懒觉 面对导演的镜头也丝毫没有不好意思 别拍了 睡觉啊 你不怕王景春来找你 怕 下面一样睡了 还更冷 但这时王老师已经不来叫他了 于是总声明在宿舍睡了整整一个伤 等到宿舍熄灯以后 总声明却又从学校里翻墙出来 跑到一家网吧里开始上通宵 这次通宵以后 班主任王景春也爆发了 他来到宿舍先是毫不留情地叫醒了总声明 然后对着镜头留下一句 即愤怒又无奈的总结 镜子 你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 暖的硬的都没有用 晚上通宵上网 白天自然没有精神 要是总声明的成绩 哪次没有出现在倒数第一 那才事件稀罕是 不过总声明虽然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插声 但他也是班级中的焦点 在2005年那个手机上 属于奢侈品的年代 总声明已经有了一部 属于自己的千元手机 总声明的家境并不好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这部手机也不是家里给他买的 而是他自己赚的 原来总声明其实非常聪明 只是没用在正地方 他每天逃学上网 都是在帮别人带链游戏账号 而不是打游戏消遣 通过带链 总声明每个月都能有上千元收入 他买手机也是为了方便联系生意 导演很担心 他有了钱不用到正途上 但总声明却对着镜头这样说道 看着面前这个侃侃而谈的少年 就连导演也被他深深折服 但他毕竟还是一名高三学生 只有登上更高的舞台 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 早上六点还在睡觉 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对高三学生 这个点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 在很多人眼里 高三学生中声明已经没救了 他累打不动地每天坚持着白天睡觉 晚上翻墙通宵上网的习惯 班主任王景春为此伤透了脑筋 他多次在生可是把总声明叫出来说教 甚至以商量的语气沉默 每周给他放假一次 只求他憋在无辜框客 钟声明憋了半天 终于答应说我事实 然而没过多久 钟声明就在早上翻墙 回学校时被保安当场抓获 由于这件事情闹得实在太大 学生家长也被叫来了 一起被抓住的学生 已经保证了再也不逃课 但钟声明在父亲面前 依然不肯承认错误 年轻气声的他显露出冲动的一面 但即便闹成这样 王景春为了保住钟声明前途的希望 还是尽到了一名班主任最后的职责 他拉下面子去跟教导主任求情 说着孩子本来学习就不好 现在如果再把处分写进档案 以后残军找工作都是麻烦 在王景春的苦苦哀求下 校领导终于决定在给钟声明最后一次机会 在得知王景春的付出后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 钟声明与王景春约法三章 以后每周六试图上网 其他时间都认真学习 此后钟声明的变化都被王景春看在眼里 但奈何钟声明底子太差 虽然在高考前幡然行悟 最终还是遗憾落榜 得知钟声明的高考成绩后 王景春拉着自己这位曾经的刺头学生出息长谈 并最终说服他复读一年 一年后钟声明考入了全州的一所三本大学 学校虽然不尽如人意 但钟声明却凭着自己的聪明心 抓住了电商发展的大好时机 趁着互联网的东风 钟声明积极让传统物流行业与互联网对接 而他的职务也在短时间内就从普通员工上升为公司副总 随后他又做起了服装生意 近2021年一年 钟声明的网店资金流水就高达8000多万 而他自己更是轻松粘入千万 至于班主任王靖春 他在火了之后有很多学校都想用高薪把他挖走 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舍得离开 在送完一批欢欣欣缺约的毕业生后 他又转身走入教室 迎接着下一批高三学子的到来